他刚猛直接杀伤立强 被誉为武术界的短拳霸王 是历史上的大内武术 他豪迈热血 身怀绝技 凭借八级铁拳所向披靡 从好勇斗狠到以德服人 他在风云变幻中成就一代宗师 敬请收看本期流行无线 中国功夫高手系列之八级拳传人 吴连芝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雷星无线》 中国的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文有太极安天下 吴有八极定乾坤 其中的八极说的就是八极拳 由于拳法直接刚猛杀伤力强 八极拳被誉为中国历史上 用于保护政要的大内武术 那么现实生活当中的八极拳 真的那么出神入化吗 他的精髓和真谛又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带你一起去认识 八极拳第七代传人吴连芝 共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 武林中一直流传着太极十年不出门 八极一年打死人的说法 吴连芝回族武术家 孟村无视开门八极拳的嫡系传人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精心指导下 苦练八极拳 尽得真传 如今他已经是八极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一朝一世中 尽显不凡身手 吴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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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 我看您刚才打的这一套很精彩 我想知道这个是八极拳的什么内容 这个叫六周投 六中拳法 就是学会六周投 打掌不犯错 八极拳属于近身短打的拳种 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至刚至猛的外加拳术的代表 除了通常门派都能见到的拳打脚踢外 八极拳讲究不管不顾 上门就打 往往令人防不胜防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八极拳这么狠呢 八极拳特大就是速度快 他的力量特别大 他法力特别高 您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他一个直拳 我弄下了 他打我来了 打我直拳 我也知道 你打我 我打你 你要那么杂种 他打中心不明定的时候 他打 就是你打我 我打你 我感觉您一直都在处于一个进攻的状态 是吗 处于进攻 他防守也是进攻 进攻也是防守 对于八极拳来说 防御的招数很少 出手不空回 连连进发 是他在记忆中的最大特色 在电影《一代宗师》中 身怀绝技 着而不群的八极拳诗 一线天 一口气挑翻十多人的场景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体现了八极拳的刚猛 在生活里 无连之可以称得上是现实版的一线天 那我想知道您在实战当中 尤其是这种拳法的对练当中 您特别拿手的有什么招式 有一个例子是我的炮 我的出来一个大炮 您给我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打完来的话这样 我的炮 一把他跑不出去 我发现在对战当中 您好像没有什么回合 直接就把对手打倒了 这就是八极拳的特点 就是打一 不打二 更不打三 同时这样就是一下 一招直升 啪 弹动我的炮 我们发现无连之的拳法中 透着一股狠劲 短短的几个动作里 无不体现了八极拳的精髓 刚猛 吐实 一招制敌 由于只是掩饰 无连之并没有真正发力 但是从他的一招一式中 我们仍可以想到 他在实践中的强大威力 既然八极拳一招制敌这么厉害 您有没有应付过别人的挑战呢 2002年在韩国举行世界杯决赛 韩国新媒体采访我 吴老师 咱们都知道 你是八极拳高手 出的都很有名 你们八极拳厉害是 我们韩国的弹拳倒厉害 我说两个拳都厉害 要既然那么说 找一个高手 弹拳倒高手 吴老师切磋一下怎么样 我想想可以吧 当时我那个处理叫郑清云 老师不想 不能憋 他一说不能憋我 我说不对 为什么 这个八极拳有一种信念 一种精神吧 就是到时候不能这样潇洒 你说人家给你切磋 你切不到了 你这样潇洒了呢 不能怯场不能拒 面对26岁的韩国跆拳道高手 吴连芝身边的人非常担心 万一不小心失手 输给这个韩国小伙子 怎么办 但他坚持要鄙视鄙视 您那个时候56岁了 对一个27岁的跆拳道高手 这个压力大不大呀 超将近30岁吧 我是体力炸地势 可是我相信把一弦 很加大 过了四朝 遇到大吵回来 吵得很疼啊 他把这边一载回 我一裹他 就不容易跟头躺下来 躺在那了 而且是一招之敌 是 一招之敌 第二招 他一个白下打了以后 我能一挡他 啪一手冲了 带回去 就一个跟头 这一招 吴连芝手下刘晴 仅用了半成多的功力 不然对方就会有生命危险 他再也不敢出圈了 第三招是用的吗 用这个腿法 对 跆拳道的腿法很厉害的 很厉害 这个边腿很快 我都用手边腿 我那么一对他 就让他 啪 他当时什么反应啊 也很不好意思的 小伙子也很厚道 这四招 怎么替我胜 替我一个笔竹 我一发 哦 好回发 滚好几个跟头 滚出去了 只用了四招 就把挑战者制服 这让吴连芝在韩国名声大震 成为韩国当时出世界杯以败 最轰动的事情 而八级拳赋予计击的特征 也一改人们对中国武术 花拳秀腿 能看不能打的印象 其实 八级拳除了文明与他 刚猛爆裂的拳锋 同时 也文明与他近身靠打的招式 绝招贴山靠 更是其中翘楚 开门八级弟子们练习贴山靠时 常常会用自己的身体 去靠墙 靠树 靠庄 他那个俩的是靠的 拿身体这样靠 对 身体靠 疼不疼 俩脖本身就是给自己过不去 没有这种精神 怎么俩成无功 他现在俩的是后靠 后靠 对 你二位可以换一下 俩个前靠 这样靠有什么好处啊 一个是 他身体越靠越强壮 行气嘛 你给那个手多大力量 这个手就给你多大力量 用整个功力 就是甭砍突击 贴身靠荡 它是最大的特点 所以这个贴山靠 是八极枪必须量的疾病功 贴山靠在近招之时的关键 就是近身 以打人如亲吻的距离接近对手 用肩部撞击对方 看似以肩部为发力点 实则结合了腰胯部的扭转力 和全身之力向对方靠去 给人以极大的伤害 将人摔倒 年轻的时候 您练贴山靠的时候 最厉害达到什么样子 双肺就是 不能起来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 邀请人是意大利人 比我小一岁 他邀请我之前 他学过20年的中国功夫 学过20年的少林功夫 非常好 他有点欢迎我的功夫 看我比他长一岁 听说八极拳铁山靠 厉害吧 我说厉害 我想尝一下 想试试 试试 我说你手里了吗 少一下 我还试试吧 我用一个钳铐 撞起来 撞出帅的地上 一个洋瓦 他的太太 夫人在那边 高高乐乐的 他咋下来 我再来再试试吧 不试了不试了 我一想撞了一堵枪上一样 叫枪把我撞到了 吴连芝告诉我们 八极拳一直以挨绑挤靠 贴身进发的独特风格 享誉武林 而除了身形和拳法 八极门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功夫 那就是八极大枪 在冷兵器时代 枪是战场中最常见的武器之一 它长而锋利 灵活快速 杀伤力很大 其他兵器很难与之匹敌 被誉为百兵之王 而枪法也是武学当中 最难以练成的功法之一 有据老话说 月棍 粘刀 一辈子的枪 意思是说 但凡经验武术之人 无不把枪视为毕生沿袭的兵器 枪的种类很多 其中最威猛的 还属长达仗鱼的大枪 八极大枪 作为八极门器械之冠 地位不容小觑 那像这种大枪 它在实战当中厉害在哪儿啊 这个武器吧 即将的 有利索 有快 有好用 八极大枪 长一丈 约3.33米 枪尖八寸 约26厘米 枪杆一般为白蜡木所致 韧性极高 为了能体验一下 八极大枪的威力 我们请无连芝 现场演示起来 这是一套结束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个动作的名字叫 孤雁出群 孤雁出群 对 天上飞的大雁 一个雁出去了 叫孤雁出群 形容得也很形象 八极大枪 重十余金 听上去没有多少分量 但是它头重伪轻 枪身极长 要举起大枪 需要惊人的臂力 才能完成 即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用双手 也极难将八极大枪举起 看着七十多岁的无连芝 不仅单手把大枪托举了起来 而且拿捏得还十分平稳 杨阳也不禁想要试上一试 这么重啊 我得上腿了 上腿还行 还好一点 勉强调起来 但我刚才发现您做的 那个单手托这个枪的动作 非常稳啊 您能再给我做一次吗 可以做一次 我给你净一下啊 这个托墙 真累 稳住啊 稳住 麻布稳住 出墙的时候 稳稳地出去 从胯部出去 来 做一遍啊 看 出去 太棒了 太厉害了 好稳啊 好吧 太棒了 它这个是一个力学的道理 我身体好像一个框架 能把这个墙支撑起来 或者疼痛 或者有什么毛病 会清不起来的 哦 清不起来 就是身体啊 一定要有非常硬的功夫 对 非常棒的功夫 才能做到这个动作 对对对 脚健的身躯 不凡的身手 一招一拾的八级 让对手最倒在铁拳之下 也让吴连之 成为了武术界公认的八级拳宗师 然而对于他来说 武学千年 胜负都是过眼云烟 功夫的真正意义 不在高低 而在于传承文派的历史 和精华 八级拳真的如传说中的 那么厉害吗 江东正象征的保镖 也是我们八级门人 叫刘云桥 一个门派 为何能处如此多的 大内高手 八级拳 他就是进行抓到 干净利索 文准很 跟随功夫高手吴连之 探寻八级门里的奥秘 流行不限 精彩继续 一直以来 武林中对八级拳的看法 存在着争议 因为他招招伤人 有些人视他为艺术 类似于武侠小说中的 邪派武功 那么真实的八级拳 到底是什么 作为土生土长的沧州人 吴连之从小对八级功夫 耳濡目染 他带我们来到了 沧州市的一个武术展馆 我听说沧州 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武术之乡 这在当年是什么样子 铁士子 它的名字叫枕海鸿 它是古沧州的标志 代表着沧州民族标悍 民情标悍 沧州因沧海而得名 它地处渤海之宾 历史上曾经贫瘠荒凉 既是犯人发配之地 又是叛将毕身两所 为了逃避追捕 这些人隐姓来名 化妆成僧道游侠 以传译为生 也逐渐形成了 沧州民众强悍上武之风 是不是在沧州历史上 就有很多人习武啊 这个沧州习武啊 现在都知道 国旗也都知道 咱们沧州市武术之乡 好多武术流派 发育于我们沧州 现在流传的武术流派 沧州一共有54个流派 所以那个时期 这里的人是不是都善武啊 善武行善 这是沧州人的特性 在沧州 自古就有标不喊仓的说法 意思是 南来北往的标车 只要是车到沧州 船过沧州 你必须扯下标旗 悄然而过 不得喊标号 否则 无论你有多大的名头 多好的身手 只要在沧州喊标叫板 保管你栽个大跟头 正是这样飘悍的民情 孕育出了崩旱突击 挨绑几靠 天身尽发的八级拳 吴连芝告诉我们 他的祖先吴忠 在明朝开创了八级拳 二百多年来 这种以河北苍州梦村为中心的外加拳 流传各地 到了吴连芝这里 已经是第七代传人了 我很想知道八级拳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有点说是从吴总开始说起 嗯 据说吧吴总八岁从回过人 到了十五岁的时候 就是七熟 熟 正嘎吱嘎吱火 嘎吱浓火 头上有一个老者 这个老人呢 口咳腹肌 又饿 又饿又咳 对又饿又咳 吴总我看来很可恋 哎呦 又宽带的操法 为了感谢吴忠 老人赠送给他一本 全数秘诀 并留在当地教授他全数 五年后 老人又外出云游 吴忠拜别师父时 再三追问师父姓名 但是师父却并没有告知全名 只是说 以后凡是知道我姓赖的人 都是我门中的弟子 从此之后 八级门人在续拳谱时 便尊赖为始祖一事 吴忠为始祖二事 相传 学会拳法之后的吴忠 听说南少林新造山门 内藏机关 如果武技没有达到 炉火纯青的程度 进去就会被暗器所伤 听说这个消息后 吴忠支手单枪 独闯少林 靠着出神入化的枪法 所有暗器都被他一一避开 从此之后 吴忠被封为无神枪 而他也开始向弟子传授拳法 八级拳逐渐流传于世 这个吴忠就培养着好多大内高手 那个都没有记载 就是近代史上记载 回来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 回来以后 江东正下的保镖 也是我们八级门人 叫刘云桥 所以历史上八级拳的传人 出了很多大内高手 从中国近代开始 八级拳成为了保护政要人物的大内武术 闯出了文有太极安天下 独有八级并乾坤的名声 历史上八级们出了那么多大内高手 是不是跟八级拳的这种贴身短打 注重实战有关 那是八级拳 他就是进行抓的 干净利索 文军很 所以八级拳从创立门回来 始终出了好多高手 直接干脆 短时间即可制服敌手 是八级拳在过去成为大内武术的关键 也是八级拳讲究实战的重要体现 如今 在军警格斗 擒拿 背摔等训练中 都吸收了八级拳的特点 在我们采访拍摄期间 正好碰上当地的一批警员 在学习八级拳 他们现在练的这个拳法 叫什么名字呢 是最基本的 法律拳小件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像他们现在练的这一套 有模有样的 但是这毕竟是一套套路 如果要是应用在实战当中 他们能行吗 能可以 套路啊 可以变化 他们明白了以后 开门保际 明白了以后 就可以用在实战当中 可以用在实战当中 我们能不能考一考他们 可以啊 一招制敌啊 我想知道 这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八级拳当中什么招式啊 他用的八级拳有个招法 叫仰体头 一带它 头一顶 就把它顶到 顶到以后 再扭着脖子 就要栽魁 吴连之告诉我们 现在八级拳国际培训中心 已经成为了苍州市的 寻特警训练基地 八级拳的训练 不仅可以增强人体的力量 速度和灵敏度 更能培养大家 勇敢顽强的作风 在我们的一线轻物当中 特别是一些人员密集 复杂的环境下 不适合适用武器和经济 队员们通过学习靶技圈 对提高突兽控制技术 以及对他们自身防护 受益匪浅 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辈 如何成为名扬天下的宗师 我坐着一个胆手墙 这个鼓掌出群 一个手啪出群 我父亲很惊讶 才十八岁 好功夫 面对无数的猜忌和猜疑 他能否将八级拳发扬光大 我的能力有下 我不如你们 我的强承 嘎中了好多师兄 流行无限精彩继续 吴连芝一生习武 他的一朝一世之中 都透露着吻和准 但是要想达到这样的造诣 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 这原来是我们家的菜园子 过去这里都没有建筑 很大的菜园子 还有这两棵树 我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城 练功夫 是吗 背着着说 上面练功 敦庄 敦庄 会走路吧 四五岁就开始了 那会儿敦庄什么样 敦庄很辛苦 有动作吧 很简单吧 就这两个脚擦开 两个脚小小的扣 扫的扣 还行 八倍 就这么敦庄 膝盖一扣 对对对 敦庄 最长的时候能等八个小时 不动 就这个姿势一站站半个小时 在半个小时 1947年 吴连芝出生于河北苍州的 八级犬世家 受家庭环境熏陶 吴连芝从小就在爷爷的指导下 学习武术 在他的印象中 家里不分男女 每天一早一晚 必须要练功夫 小的时候谁教您呀 记得我爷爷给我围腿 我七岁的时候 我爷爷就八十九岁了 怎么教您呢 我爷爷围腿的时候 我坐着一在扛牙上 我爷爷个子很大 他坐着他也是一上 免对着我 让你靠着后背 一个手 打进那矿 他手很大 晚上给你围里推 围腿这边 围腿左边围右边 疼吗 疼啊 疼啊 还不能说话 吴连之的祖父和父亲 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武术家 吴氏家族在当地 拥有很高的威望 吴连之的祖父 是在清末大闹巡演府 而惊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威震武林的铁巴掌吴慧卿 他的父亲 是参加全国武术交流大会 或表演一等奖 受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 贺龙元帅赞誉的 神权吴秀峰 看到大人习武啊 武功高手 心里什么感觉 可是我父亲那个 是武林高手 一身决戒太厉害了 我特别佩服 我所以要立志 从正式开始立志 学习好吧的事 为了能够成为像父亲和爷爷一样的功夫高手 吴连之不分日夜勤奋练功 小小的年纪 就已经练就了一身毫武艺 但是 吴氏家族有一条古训 学会把事 学会老实 意思是 练了拳 更要老实本分做人 绝不能事强凌弱 我那时候 九岁的时候去天津 一上学 天津小孩们 他们逛我们农村小孩 叫老干 有一次 起伏推厉害了 十几个小孩 你不是武术吗 你是个老干 我们打个架 知道您会武术 故意来挑战您 我那年九岁 我把那一群天津小孩 都打这鼻口是学 能拍手下来 由于性格倔强 吴连芝常常因为 不能忍受挑衅而打架 但在八级拳 严格的门规面前 他总是遭到重罚 我母亲把那个 家长们都 传送了以后 开始教训我 怕了砍牙 怕了砍 怕了 我母亲拿着手砍 打我屁股 怕了 打得太厉害了 那个时候理解父母 为什么要这样 要求你吗 理解 我非常理解父母的心想 八级门有门群 有门鬼 你学习功夫 不能打人 无辜的打人 要受到惩罚的 从这之后 吴连芝明白了一个道理 真正的高手 应该以德服人 所谓拳脚小功夫 容忍大丈夫 即使要打 也应留有余地 手下留情 那个时候 吴连芝的父亲 一直在天津闯荡 但只要有时间 便回来指导儿子 吴连芝更是每天 全部离手 一次偶然的机会 父亲在儿子身上 发现了惊人的 恋无天赋 我十八岁来年 叫我父亲 叫大墙 这个大墙 一共六趟 我做得很好 其中特别一个动作 我父亲特别佩服我 我做了一个单手墙 就是鼓牙出群 一个手啪出群 我父亲很惊讶 你才十八岁 好功夫 孙姨爷爷 有台力 我父亲一表演我 我的师兄弟们有不服的 这算什么态力 让我们荣耀 我们四上 好几个师兄人 有个力气大的 他说大手墙 一个手 枪弄出了 啥就得了 我父亲说 总反应你不行 你要是的 他有天赋 天赋的态力 这个你学不得了 父亲认定吴连芝 是个习武的好材料 于是开始单独向他传授武功 将八级犬的积极真谛 悉数传授给儿子 大度叫 因为那天回家来以后 晚上别个多晚 第二天早上进来 天不亮 别个冬天下天 不过不两天 总是叫出来 我们要到两个小时以后 天才亮 和父亲这样单独学 您的记忆提高很大吧 对 从二十岁后 我是一个神话 从那个八级乌靴方面 我是一个神话 那段日子 只要一有时间 父亲就回来教吴连芝练拳 天生神力 再加上刻苦练习 吴连芝的功力进步很快 也让父亲格外地看重他 小的时候练拳 和父亲这样一学习 应该说父子感情非常深刻 是吧 那个时候感觉 跟父亲的关系 好到什么程度 在我心目当中 我的父亲 就是一个赤父 因为他特别疼爱我 可是在叫我爸的小房门 他有这个压父 对我非常压格 他跟徒弟们 跟他的弟子们 包括他徒弟们 曾经说过那么一话 让我嘎动 然后两则我儿子 讲了以后 能集成熟山的事业 能集成我的事业 我从18岁来说 他就说这样的话 表演我 严了的嘎情 出到最高的 那个时候 八级拳在孟村非常普及 但是仅凭武术 并不能养家糊口 所以尽管有一身功夫 吴连之还是和当时的 大多数人一样 进入孟村电机场 做了一名工人 那时他结婚不久 妻子还患有肺病 经济的压力 生活的重担 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 那时候最难最累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那儿非常大 工资又低 老婆又病 孩子小 那儿羊肉非常便宜 买了八件羊肉 做点葱毛肉 做点好的菜 给有病的吃 孩子吃 他应该吃不了啊 剩一点菜汤 我能开水一重 跑回来的馒头 吃饱了 糊了饱了就可以了 我哥那么认为 受点苦 年轻不再受苦 年轻多干点活 多练点功夫 多学点知识 不是坏事 为什么坚持练功夫呢 因为练宝 是我的责任 传承的责任 不能让任何人代替我 我累的时候 累到冒充多 就是一切干完了 送了一口气 这一天还要 特别紧张这一天 那时间吧 虽然过得很紧张 可是时间过得 觉得特别快 到完成 一切都完活了 哎呦 我今天也先结束了 完成任务了 躺在床上睡觉 一二就着了 我这一辈子 从那时候开始 形成了个习惯 说睡觉 躺下 一二就着了 到现在还是这样 这个时候 吴连之像当时 大多数同龄人一样 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虽然很苦很累 但是生活非常平静幸福 然而 父亲突然因车祸 去世的消息 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我父亲突然去世 我父亲日日都说 我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 给我这个道歉 就像皮一样 生两岁 生两岁 要不要 你拿手 父亲的骤然离开 给吴连之带来巨大的打击 再加上沉重的生活压力 父亲去世后整整三年 吴连之没有练过八级拳 1978年 改革开放之后 吴连之一家的生活 慢慢好了起来 父亲离开的伤痛 也随时间的流逝 渐渐平复 一个偶然的事件 让吴连之 重新拾起了八级拳 八零年 我严重队 刘晓平在太阳 穿过武术拳目赛 得金牌 居我父亲之后 得了金牌 而且在1980年 居今多少年了 那时候 是我心情振奋 相信我父亲 对八级拳文化的创新 还有他的思维 他的能力 他的为人 让我学习 所以 划起了我 重新振兴八级拳目 创破压去的决心 自从吴连之的父亲去世之后 八级拳一直处在 群龙无首的状态 为了重新振兴八级人 1985年 吴连之召集了全国各地 600多名八级拳的弟子 来到孟村 参加开门八级拳研究会 并准备在这次大会上 推选出研究会的新会长 然而 对于关系八级门 未来发展的这个重要人物 门中弟子各有各的想法 吃吃饭打下来了 爹子飞下来了 我一看这个事不好 明明对着我 我也不是傻瓜 我是太过分了 有辈子冲我来 八级拳的第六代传人 吴秀峰曾立下遗嘱 要传位给自己的二儿子 吴连之 但是对吴连之这位小师弟 不仅门中弟子不服 就连老吴家的人 也没正经见过他的功 吴秀峰几十年来 一直住在天津 在他的弟子看来 吴连之根本就没有机会 得到师父的真传 然而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 吴连之的同学刁邦正 却不这么认为 他父亲在天津 他在家里头 都认为 他什么时候学无所 其实不然 他 我们上学 一年放两次家 他都去天津 黑白在那学 再有一个女父亲 离这这么远 骑车子那时候 骑车子家来 到家 每次住十天八天 一年来的就是 一着俩的 黑白连的那都是叫 他们心思他不会 其实我天津跟着 他会的很多 他会的很多 正在大家吵得 不可开交的时候 吴连之的师兄 八级门中的长老 找到了他 在我的师兄弟里边 是最大的师兄 娘娘最大的 他对我最不放心 别人议论来说 吴连之你师弟 你了解他吗 你问问他家 他会吗 给他杀 把他儿子杀了个疯 他来了一帮村 第一个事找我 师弟 你能担任回答吗 我怀疑 都说你不会吗 很直接啊 就那么直接问我 我现在四月时间 考考你 我师兄 给我出来去找 紧了两下 师弟可以 让我连一趟家 连一趟家子 行了 行了 行好 他最欣慰的时候 我连一趟提供下 不是报警门的东西 我师兄 王金翔师兄 杀起来鼓掌 哎呀 师弟 你的身体法太好了 连得太好 除非我都遇到之外 没问题啊 你当会长是 一点问题没有 凭借着真功夫 吴连之当上了 吴氏开门八级拳研究会会长 为了能更好地发扬八级拳 大会之后 吴连之又带着礼物 拜访了八级门中的 长老和师兄 我当上会长了 希望师兄啊 老徒子帮我 吴夫冲凶 你们要帮助我 帮助我是帮助你们自己 咱们为了共同哄扬八级拳 我说我的能力有下 我不如你们 我的强承 感动了好多师兄 后来我这个师兄 大部分都是冲向我 哎呀 师弟啊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支持你 心地善良 功夫也好 德行也好 我们不支持你 就是这样 对于吴连之来说 人生如登山 一步一重天 他期盼着自己 能在武学这条道路上 不断进步 不断超越自己 推陈出新 他不仅经常到各地交流传译 还把老祖宗 尖色难懂的拳谱 转化为公式 清晰直白地解释了 八级拳发力大的原因 传统说话 八级拳有三个力 就是堕 拳 拳 所以这三种力 堕是小尘 一个拳 还有一个拳 拳是什么 加速度 这三个力 内外赫一 啪 出照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力量 就成倍的 几十倍的 上百倍的增长 吴连之分析的 八级拳全力攻势 让一门古老中国功夫的秘诀 被现代科学理论破译了 就在他刚做完这项研究时 一个名叫林沐玉的日本人 带着他的翻译 来到了孟村 我说你来干什么 他带河南带一个法译来 我是来向吴老师来学习 我为了做游戏 格斗游戏 我说这个人两毛词 不不不 吴老师 这游戏就是格斗 听说八级拳最好格斗 所以给你来采访一下 吴老师能帮助我们吗 我说这样可以 我能为说我们 红尔帮一下好机会 好 我说可以 吴连之告诉我们 在过去 八级拳是在小亭小院里藏着脸 不让别人看到很保守 宁可深教不受言传 更不告诉你为什么 在他看来 这种观念必须得变 外国人迷恋中国的传统武术 迷恋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果中国人不努力 把它发扬光大 是对祖宗的犯罪 这一次 吴连之向林木玉 展示了许多八级拳的奥秘 也期待着中国传统武术 和现代化游戏的 有趣碰撞 1986年 一款表现八级拳等 真实武术的格斗游戏 在日本推出 游戏男主角叫杰成精 他的原型就是吴连之 杰成精和吴连之 有几分神似 都是粗壮的汉子 拾起八级拳贴山靠 打茬之类的代表动作 逼真到位 好像那形象也像我 人家听到时候一样 很帅的小伙子 说这不同的是 我不爱他那个呆子 那日本人对那个呆子 我不喜欢 人家跟日本人有解释说 我解释是日本人 不是中国人 我说那个化身是我的 做的动作都是我的动作 都有什么样的动作 有好多动作 比如说我跟人说的 第一次我跟那个 林某宇见面的时候 我用那个盘子 在那游戏里边 盘子做的特别漂亮 我看他给我做的一模一样 特别形象 像真的一样 在游戏发行的这一年 吴连芝第一次访问日本 一下飞机 他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日本的几天时间中 他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 很快 日本成立了八级拳武馆 报名学习的人 大多是由电玩迷 转成的功夫迷 他们希望向吴连芝 讨教拳法 在实战中的应用 其中有一个美国人 在大学 一米九座 特别爱好 自由波及 特别爱好 还经常参与比赛 他说我老师 我提个问题 我喜欢波及 有一个办法 我实在破解不了 吴老师 你可以教教我吗 他是在为难您吗 还是挑战您 他不是为难 他怀疑我 你能破解吗 这样 他一米九座 我说你来试试吧 他就一露我脖子 哎 顶 这两下都顶我下胸 还踢腿 踢我 他那边一路做了个动作 我用一个保持他 一捆脏 人很可怜的 啪 摔一点 那个日本人都在旁边瞅着 五六十口都日本人都瞅着 摔得很漂亮 这次较量之后 吴连芝一战成名 越来越多的外国功夫爱好者找到他 向他学习八级拳 到目前为止 吴连芝已经五十多次到日本 还多次到韩国 瑞士 比利时 意大利等国家 讲学授道 而只要提起八级拳 知道的人就会举起大拇指 连称厉害的中国武术 跟功夫高手学养生秘籍 从传承到发扬 对于未来他有哪些期盼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他刚猛直接杀伤力强 被誉为武术界的短拳霸王 是历史上的大内武术 他豪迈热血 身怀绝技 凭借八级拳所向披靡 出墙的时候 文文的触血 从好勇斗狠到以德服人 他在风云变幻中成就一代宗师 是获得一口气 就为华吉拳传承 维持努力 敬请收看本期流行无限 中国功夫高手系列之 八级拳传人吴连芝 俗话说 人到七十 古来西 大凡八级高手 在七十岁的时候 身体依然十分硬朗 均享高瘦 而趁此机会 杨阳也赶紧向吴连芝 学了一招狮子抱球的养生之法 恒 恒饱球 这个狮子抱球啊 你给拔一下那个小战里边 有一个这个动作 哎 狮子抱球 就是这个动作吧 这个动作可以压变一下 这狮子抱球 这狮子抱球的量 就是两种嘛 因为所有的狮子抱球 有什么好处啊 对身体 羊绳 积极都有用处 说恰恰做第一栋 红包球 就说你能弄炸的吧 摸在下方 全身放松 靠左脚 同时两个手起来 你的意识思维 都在老拱靴上 在两个手之间 吸气再做得快一点啊 呼气要做九次为供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要练老公学和 荣雀学 对养生 对人的五脏六腑 都起这个 加抗 新化作用 吴连芝告诉我们 八级拳 短小精汉 迅猛流畅 是一种健身防身 竞技兼备的功夫 只要能坚持练习 就能达到强健筋骨的目的 2006年 吴连芝在孟村建立了一个 集教学 科研 训练 展览为一体的 八级拳培训中心 按照他的说法 八级拳是中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定要让它走出去 一直为心中理想而 努力奔波的吴连芝 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 来传承和推广八级拳 他告诉我们 八级拳的传承 在过去十分保守 甚至长期传内不传外 只收本族 本性的官门弟子 直至第四代传人时 才开始收外姓弟子 但是对他来说 传承武术文化 已经成为放不下的责任 从15岁收第一个徒弟开始 如今他的徒子徒孙们 已是遍布天下 虽然吴连芝一心想推广八级拳 但是对于收徒却十分严格 你白事 我得看你个人怎么样了 前练几年再说 先练几年 对 练几年再说 练了完了以后 看到练了公会上号 对我很尊重 对同名私人很尊重 特别人意 很有道德 有礼貌 有利益 我得考一考一考一考 不是马上就收个弟子的 有人说江湖是看不到的 就好像岁月 起初是父亲拉着儿子的手 低头看儿子稚嫩的脸庞 后来是儿子拉着父亲的手 低头看着父亲额头的皱纹 现在 吴连芝的儿子吴大伟 已经是八级拳的第八代传承人 已过花甲之年的吴连芝 除了到处讲学交流 经常和儿时的同学玩伴喝喝酒 聚一聚之外 闲来无事 他还会拿出文房四宝写上几笔 囚境有力的笔法里 渗透着八级拳的精髓 在您看来八级拳的魅力在哪儿呢 八级拳的魅力 它有一个精神 我给它起的叫八级拳精神 它的魅力最大 它们古人的傲气和自欺 这种精神是农村的 这种精神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不娶不饶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精神 想念 要说 perce 新神 明天 的 从小语物 小语物 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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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物